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演讲 都是看看哪个团体 哪个人 有一天 接个电话 孙叔啊 明天礼拜天 谁讲道啊 我一听啊 有问题 他还带着那种心理 要准备进教会去听谁讲道的时候 我就劝他 我说不管谁 我就在那教会已经听了三十多年了 我觉得我们自己啊 进教会的心态 跟到其他的场所不一样 你是去追求真理 那些传道人 不管他是牧师 他是哪个弟兄姊妹 他们在讲台上讲的是根据圣经的真理 神的话一句一句的讲出来 也许他的口才不好 但是他所依据的还是神的话 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去的时候 先有个肃穆的感觉 第二 你看看十字架救恩 不要用眼睛就看这个人长得帅不帅 那个人我看着讨厌 这个人也到教会来 如果你带着这种心理 我老实讲 谁讲 谁讲到 你也得不到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带着这种心理 你进到教会去 你给教会添的是什么 是麻烦 因为你总觉得 与他们格格不入 非要看到顺眼的人 我就觉得这才是我的足类 不可以这样 当我们进入教会 我们先静下心来 为什么去 我们要找 要找到了真正的那位主宰 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主宰 也许你过去在别的宗教游走了很久 但是有一点 对唯一的真神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他说的话 不一定我们好听得舒服 可是我们却因为 在耶稣基督里 能够变成了一个新人 我过来 你也可以过来 上帝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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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帝祝福你 是不是 我可能会发现 你还是要帝祝福你 我可以说 我可以来